这期视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大盆毛毛虫 它的行字叫仙人纸 每天都开这么多花 现在正是它开花旺盛的时候 给大家分享一下 看看我老妈养的这大盆毛毛虫 每天都开这么多花 一插接着一插的 看看这里还好多的花苞没有开 现在已经开了有十多天了 咱们在养护这仙人纸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这浇水量 千万不能给它大水 它是不吸水的植物 一浇多了它都溶进烂根 看看这个仙人纸这个花 也开得特别的鲜艳 跟那个子孙球开的花是一样的 性红色的 还特别的霜 仙人纸的单花花期是七天 春天的时候给它使了两色磷酸二青甲 促使它开花 冬天把它放在零上五度 零下十五度 这样的环境里边 让它进行休眠 它春天才能开出更多的花 这盆仙人纸养了十多年了 每年都开了好多的花 但是它有仙人纸的麻木 仙人纸这个刺不怎么扎手 它是一种小短刺的 仙人纸它是属于喜光的刺 阳光越充足 太阳照射的越多 它开花开的也越多 越晒越爱开花 所以一直把它放在前阳台这 让它曝晒 看看这还有一盆是去年新叉的 所以它这也心灵点点的开花了 花苞也不少 看看这仙人纸 坠画这盆 大花苞真大 仙人纸的生长期 是春天秋天和夏天 春天是休眠期 看看这坠画盆的 今天第一年开花 它这花特别的大 又大又少 哇塞 今天刚开开 这还有两大堆 因为当时它那花苞就特别的大 这个坠画的那个麻木虫 仙人纸 开出来的花 要比那个不坠画的 大很多很多 这小坠坠画的仙人纸 因为它的肢体就特别的粗朵 麻木虫是细小 肢体小 它开出来的花呢 也本外的显得小 看看它打花包特别的大 所以它它的润花也特别的大 好了 这一期视频呢 刘姐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